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28日 星期三 今天是我們主頻道復活的大日子 今天 正式可以在主頻道重新上載影片 因為這個踏入 凌晨示範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主頻道已經是解封了 現在開始就可以在主頻道和後備頻道一起出片 希望大家 兩人一起支持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人大量移民的問題 移民就牽涉到賣樓 而這次的移民潮 可以說是比以往歷來 也是更加強烈 因為以往 香港第一波移民潮 就是1989年1964 1964之後 香港人看著 這樣屠殺法 香港怎麼辦 很多人很害怕 當年大量人 賣了香港的樓 移民去 加拿大 主要是加拿大 澳洲 當地的樓價也很高 然後到了1997年 很多人在加拿大找不到吃 回樓 回到香港 就糟糕了 加拿大的樓又蝕本 然後香港的樓價也升了很多 他們很多人就覺得 香港也不是那麼差 不如回來 賣了加拿大的樓 回樓回到香港 誰知道 撞了香港的物業 從高位大跌 也是雙重損失 我們也有認識一些朋友 當時 在90年代初 賣了香港的物業 過到加拿大 其實的日子很慘 這次的情況就跟以往有些區別了 因為當時還未去到97年 現在 已經是直接大家感受到 六四當時的屠殺 即使沒有在香港出現 但是在香港的情況 那種變壞 是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 只是用一年時間 就將香港百多年的根基 被徹底毀滅 這一節要說一說 香港的移民潮 今年步向高峰 其實不是的 是今年開始 一直步向高峰 移民英國 BNO簽證計劃實施之後 吸引大批香港人移居到英國 錢跟人走 彭博研究的報告指出 將有最多萬六個家庭 移民英國 在出走的港人 將會出售一些物業 這些物業的價值 可能高達1500億 當然對於彭博這個數字 我們十分之質疑 包括這個家庭人數 以及這個物業價值 我們也十分之質疑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後備星期二日報 月費贊助 我們 英國合作社的網站已經上線了 我們昨天說了之後 就有很多 英國的朋友就說 我們想租給香港人 想幫幫香港人 但是我們問過我們的技術 這個顧問 以及這邊的朋友 他說 因為英國就需要有牌照 如果是做一些地產代理的業務 也有牌照 我們那個網站 如果直接把那些盤 放出來 好像不是很合規矩 我們現在也在問法律意見 以及 應該怎樣 盡量幫你們大家去配對呢 我們希望找一些地產代理的朋友 在這邊的地產代理的朋友 幫我們解決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做了的話 肯定是搞不定的 因為始終地產 要有專人負責才行的 不是說你放個盤上去 有人來買就是了 我們 這個合作社的網址就放了在 Youtube下面的簡介 第四行就是了 大家可以進去看我們這個網址 這一節就要跟大家說說這個疑問問題 早前 英國的泰晤士報報導 至今已經有超過3萬5千人申請BNO簽證 即是每個星期 平均有3千人申請 申請個案增長比英國政府估計要快 彭博的行業研究 發表最新報告 說2021年 香港將會有13,100人 至16,300個家庭 16,300個家庭 通過BNO移居英國 佔私樓家庭的 0.9%至1.1% 假設每個家庭有4人 即是估計有52,400人 至到65,200人 這些港人 移民英國 如果他們全部出生物業 容易支付當地的生活費 單價2021年 便有機會套現1,500億 對於這個數字我是十分之質疑的 因為 香港的政府每天都幫BNO 賣廣告 每天都是 一種催化劑 使得他們要離開香港 大家看看法官的判案 香港警察的處事方針 香港的防疫 這種無厘頭 以及六四集會 不讓人 今年再開始沒有六四集會 人家會覺得現在的情況比在1989年更加惡劣 因為港共的逃刀 是直接 逃向每一個人 當然好像東亞銀行李國寶這些家族 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 有錢人有錢人的煩惱 好像李嘉誠 好像新同基的國家 新世界的鄭家 李兆基家族 李國寶 甚至黃志祥也好 他們看到馬雲在甚麼下場 看到馬化騰在甚麼下場 看到孫大午被人家滿門抄斬 抄家 再見到任志強被判18年 賴小民判死刑 在大陸做有錢人也很危險的 香港 不知道把刀甚麼時候被判斷了 是不是 所以 移民的人數一定不是彭博股的這個數字 我可以告訴這個彭博 我可以負責任告訴大家 這個數字 多一倍也不止 因為 香港政府每一天做的事情 只是告訴大家 你們的決定是沒有錯的 所以這個數字 我覺得是 嚴重的低估 而且物業數目也嚴重低估 普通一個家庭 可能在香港的物業當作基層 價值是600萬至800萬不等 物業是最基層的 如果那層樓好一點 他住在 不用多 負責花園 不割 有千多萬 再好一點 康夷有千多萬 又或者是太古城 平均有千多二千萬 這些物業也有千多二千萬 萬多個家庭那裏 最少兩三千億 而且還在說自住樓 還有 他在香港有兩三層樓收租的 他也會考慮香港這樣的環境 香港買一層樓 我們在Breadpool也可以買四棟酒店 600萬買一層樓 這裏也會買四棟酒店 自己住一棟 很大了 四千多呎 然後 另外再租給香港人 自己夠生活 所以他的數字 嚴重低估 另外 也有地產經紀向我們報料 農曆新年前後 湧現了一批移民的放盤 賣家主要是移民的家庭 由於很多父母想趕在今年9月份 就去英國開學 所以就急於放售 盤價是800萬至1500萬左右 香港一般家庭 上車盤800萬 600萬 是很厲害的 佔放盤量一成 業主以價空間 較大 平均願意減2-3% 中原數據顯示 他的平台四份住宅放盤量 比去年同期大增48% 升了一倍 升了接近一半 三萬多個住宅物業放售 其實以太古城為例 我的朋友向我們報料 有300多接近400個放盤 他說他做地產那麼久 從來未試過 太古城有那麼多放盤 現在最主要想走的是中產家庭 因為他覺得 香港沒有辦法 他們可以再適應下去 他們賴以為生的 法治 自由言論自由 香港沒有的 你想想 香港電台比起我們溫和很多 是不是 但是 政府要親手捏死 現在香港電台的YouTube完全威脅不了我們 以前一直都是排在三角裏面 這個叫做 南華早報排第1 香港電台排第2 蘋果日報和一周刊排第3、4 我們和《迷米香港集合》第5、第6 當然我們一個月沒有出片 當然會掉下來 當然會掉到下面沒有了 一個月之後 大家會看到我們上回三角 好 現在的情況 就是 很多人離開香港 很多人要賣樓 到時候其實 不單止 當你走走走 慢慢形成的勢 香港人就是這樣 當你慢慢在英國 遇到朋友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要回來香港的 在英國跟香港不會有很大分別 除了天氣 冬天是難頂一點之外 食物方面 其實以往就是因為香港人 不夠多 所以這邊的香港食物很貴 你反而買英國的食物很便宜 買豬肉便宜很多 買牛扒便宜很多 菜便宜了 買菜 除非買生菜 不然其他一般蔬菜都是比較貴的 菜比肉的 雞當然便宜得便宜 牛奶好像水那麼便宜 如果香港人夠多 到時候香港人這邊需要的超市 他們那些量 因為以往 那些貨量去得慢 他們不敢有那麼多貨 當香港人多的時候 例如有幾萬人 十萬人 幾十萬人來的時候 那個數量的要求多的時候 就會很像印度人社區 土耳其人社區 他們來的貨量會越來越便宜 越來越多 慢慢形成 香港跟英國 不會差很遠 我們也希望在這裡可以重新生活 畢竟我們也回不了香港 我們不是來移民 我們真的是流亡 我們走得很急 走的時候 甚麼都沒有拿走 全部要靠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伙計 香港的手足 幫我們 打點一些東西 幫我們埋美 所有地方都沒有 寫字樓全部沒有 全部都退租 每樣東西都是臨急臨亡 這個沒辦法 我們繼續說回 截至2020年12月底 全年二手私人住宅買賣登記 大約是4萬1千宗 涉及 3537億 如果移民盤1000萬元參考 彭博推算的15億物業總值 即是將近有15000個樓盤放售 佔去年全年二手物業成交的37% 我覺得今年地產經紀會做多很多生意 因為一定是有很多移民金 很多人賣樓了 英國內政部估計 到了2021年至2025年期間 移民英國港人數字最高 可能到了 1048萬 1048100人 即是五年間可能有過百萬人去英國 為英國債務政府的帶來收益可能會高達29.39億英鎊 310億港元 其實我也不止 如果100萬香港人過來 他們創造的經濟效益 是遠遠大於 你這個 只是過來民意或其他收益 由於未將疫情列入口的因素 保守估計有29萬人移民英國 當中13萬8千人會在今年申請簽證 五年來可以帶來至少26億英鎊 是一定不止的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來到多的時候就會有很多商機出現 不過彭博指出 移民人數急升 並不代表香港地產市場會陷入深淵 因為有買家只是吸納市場上增加的供應 中原估計4月二手住宅成交有機會猛 升到23年新高 升到500億 美聯也發表研究報告 內地註冊作為 內地拼音作為註冊的新香港人買家 佔個人買家在香港一手 住宅 住宅比例 住宅比例 是由2020年第2季的低位8.7% 年升三季 到2021年 首兩個月是10.05% 這是說一手 住宅私人樓宇 這個住宅量 因為其實大陸人只是懂得買新樓 他們不懂得買舊樓 不敢買舊樓 美聯住宅部發言人表示 有不少內地新移民 在未取得香港身份證之前 已經開始體停樓 等一拿到身份證就馬上入市 這個當然美聯一向都唱好了 無論甚麼情況都會升5% 不用理會 現在的情況 有一班我們節目說過 不知道真相的人會繼續在香港買樓 因為 他們 在這個既得利益下的 受保護的既得利益者 將來他們怎樣呢 我們不需要理會 因為我們只是理會自己 在一個 不再保護香港人的地方 你在這裏擁有任何資產 都不是一個實際的 很多大陸貪官來香港買樓 原因就是 有一個防火牆 隔了共產黨的魔咒 現在共產黨的魔咒 直接伸到香港 所以我們是建議大家撤離 撤退 這個也沒辦法了 你如果覺得自己人生 安全沒甚麼影響 當然沒有問題 或者覺得我們在香港可以繼續 戰鬥的 我們也尊重你的決定 不過我們希望 可以有 有很多受迫害的 我們也可以協助他們來這裏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